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我也是到后来啊 我看李小龙的电影啊 我才明白 李小龙那个时候 已经是对当时拍武侠片的一个反动了 就是你看 我过去有个误会 我以为呢 一开始打的就是像李小龙这样 不是不是 全全实处 是到后来发展了 发展成很虚的 飞来飞去 其实呢 在李小龙的那个时代 就已经喜欢飞来飞去 特别虚 香港的武侠片嘛 什么如来神掌啊 飞剑啊那些嘛 反而李小龙那个时候 虽然他有一些高踢腿 他讲究拍的漂亮哈 但是他是主张真实的 但是他比较快 其实那时候香港也已经有了比较真实的武侠片 比如说 看你讲什么叫真实啊 因为真实这个东西 你别以为两个会打的人 在镜头前真打一下 那就叫真实 真实是种拍出来的东西 你比如说像黄飞鸿 香港其实拍过几十部黄飞鸿了 以前像关德西那些 那其实都是会会拳法的人 他真的是黄飞鸿那路下来的一个拳法 他也真打 但是你为什么看起来就觉得那个实感 今天讲的实感 没有李小龙那么实呢 那是个电影语言的问题 就经常有人问这个 就特俗的问题啊 我就想就说 说要是李小龙 跟现在中国大陆 一个什么宗师或者高手 打谁打得过谁 这是说这个战官公 你分析呢 这个就他就就就像他这个 一代宗师电影的宣传语一样 他说谁对谁错 就看错的肯定是倒下来的 站着那个人是对的 所以这就是中国武术 跟别的体育运动最大的区别 因为他是一个战场的搏杀武器 在民间偷偷练的 这就是中国武术的一个本质 你看像 好多人就问嘛 说这个 说中国武术这个发力方法 你看跟西方完全不一样 难道就是为了适应中国人的这个 这个身体吗 但是其实不是 你看像在汉代的时候 他汉代以貌取人嘛 要当一个官的话 官员身高一米八四 然后宋代 就给你这个 对 然后在那个宋代的时候 就扎针灸的那个铜人是那个两米三 然后而且在民国的时候 你看民国都是出的武术书 他都是感慨 觉得教那个鞭呀 教枪 教长刀的这些武师 民国的时候 中国人大概也就一米一米六几 是是正常的 然后他说 哎呀 我们这个学这个兵器啊 就感慨中国古人的雄壮 那就那就并不是说这个东西 是因为我们体弱发明的 他是他是为了本身体能很强 但是我为了使更重的兵器 使长兵器才有的这个武术 然后这个中国武术跟那个拳击啊 跟这个呃 国外的武器之所以不同的 那就是因为他的那个运用杠杆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你你可能就是一个人体 但我武术可能是一个是一个四丈 呃 是一个丈长的啊 就是四米长的这么一个兵器 他有一个说法啊 就是说尤其是说北方的这个很多拳种啊 嗯 实际上是一种叫做虚操这么一种概念 就是实际上啊 他不是吃手空拳 要拿兵器 他是模拟的自己原来手里拿着刀 拿着枪 对 这样来打的一种拳 对对对 是吧 是这样 所以这个杠杆原理 对 就不同 就不同 对因为严格来说呢 在在中国历史上的这个部队的训练里 根本就没有权术这一项 因为你在战场上 不知道赤手搏杀 中外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机遇基本等于零 所以呢 当时那个奇迹光的时候 你看他 他编的那些拳 他编了一条拳 然后在他的军队里根本没法实施 就是根本没有时间列啊 所以呢 这个这个权术就是在岳飞呢 就是脱枪维权啊 就是说我我看着项链权 其实是呛 他的概念都是这样 咱们一般啊 说起这个武术来 都受这个演绎小说影响 感觉是古代的非常厉害啊 可是实际上种种迹象表明啊 你比如说唐颂的人 有今天的这种 应该还没有形异权之类的 好像是不是也恰是到 有人说呀 是到清末民初 反而是中国武术的一个高峰 是不是这样 他清末民初的时候是因为有一些武林的大佬 他开始出来了 在明朝跟那个清朝的时候 这这小小六百年都是民间进武 就是不准 然后到民国到清末的时候 开始有一些真正的武林人物出来 但是这些武林人物呢 他其实都是潜伏的那个预备的军官的形态 你看比方说像行义权的宗师啊 上云轩啊对啊上云祥啊李存毅啊哎他们不单是娇权 他说我我自己最自己这辈子最大的本事是结兵布阵啊 所以这样你就可以解释呢 这个一那个义和团的时候当时都是一帮相拥 他可以去跟跟那个去对抗啊 因为他是为了反清复明 哎呦这个武道的格局啊 他最后是兵家啊 而且其实有点像今天的很多的特种部队的那种教头啊 武术教头那种感觉 林冲很多武术高手其实是在用军人的身份 对出现在 都是林冲嘛 八十万进军教头啊 对 所以呢我就说王家卫啊 这次看出来啊 你别看他躲在墨镜后头 这个人呢是个较尽的人呢 真较真啊 怎么了 为了拍这个电影啊 几年时间呢 走遍中国大江南北啊 我觉得这算是一次什么呢 拜师还是寻根呢 就是寻找这个武术的传人宗师等等各个门派的 都拍下很多这个纪录片 我现在可以给你放一点啊 据说也是人家这个宗师剧组对我们这个给面子啊 说只给凤凰独家放映的这个纪录片的这个片段 就是他拜访到的这么一些个民间的这些宗师吧 老师傅们给我们来演示 我们可以看一点 这个是这么一些 这样啊 几番就是这个 行与拳假决就是把人打得飞起来 山西这边假是凌空劲这样的 就是把人打得凌空就离了地 但是这个批圈能不能把人批出去 是关键 你看 能不能把人批出去 这是最关键 通融砸死 你看 这是龙形大批 画 这是虎形 他的特别在于他 虎的特别 在于他一个虎 在于一个虎 哭 哭 日本把钓鱼岛国有化 以将近两个月中日之间的博弈 进入了既激烈而又微妙的相持阶段 在这场战略较量中 究竟谁赢得优势 如何评估中国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两国各自的底线和目标是什么 相互容忍的空间有多大 两国军队都在频频演练 加紧备战 这将是冲突持续升级 还是相互阻吓达致平衡 红花廊环宇大战略 星期日晚上凤凰卫视中安台 灵感来自五千年文明 激情来自万里河山 石干窗未来 双细木叶神 雪花春生 文道刚才看了 很厉害 很厉害 很精彩 我觉得刚刚小师就说 还好现在是干电影的 要不然民国年代走这一趟 是雪的代价 现在你觉得 还真是民间有个武林吗 很会有这种私下里 比斗的这种事情发生 有 而且呢 这个也是依然江湖险恶 就是说 它并不单单有这个十大石的 十大石的比 而且里边还有江湖技巧 你过来来实践来了 但是呢 师傅呢 我 你来实践 你背后是不是谁 好 我来把你的名字 不 我来把你的名气拿住 就是里边有好好 很多这种江湖技巧 这个 现在还有 现在还有 所以经常是 一直到现在说 说谁来了 然后谁在那丢了人了 然后谁把谁挑了 但是 但是很多时候不是真的打 它是有江湖技巧 就是中了 中了别人的套 然后你就 你就毁在人家那块了 未必要动手 就把脸给丢了吗 不 它是真的动手 但是呢 那个 它动手是有技巧的 比方说 说 你 我知道你行医拳很厉害 来 你来打我的肚子 我两只手抬起来了 你一打我的肚子 我的胳膊 我先打到你的肚子 这样子 你的 你就 就给人装进去了 对 装进来了 然后我到外边一宣传 说我 打败了 大名鼎鼎的窦文涛 所以就是走江湖 一直到 一直到现在 这个江湖还在走 这真有意思 真没想到 就是现在还有 你觉得还有 传下来的真功夫 有民间的宗师高手 有 但是呢 就是 但是就是我们普遍 都有一个悲哀 就是说 在严酷的那个政治的打击之下 你看陈家沟的那些老师傅 他都把拳法都传下来了 隔几天被拉出去枪毙了 但是他还传下来了 但是到了 80年代之后呢 最可怕的利用 是经济强于政治 好多年轻人 我为了玩 我为了什么 对这个不感兴趣 不念了 对 其实这个武术呢 好多断绝的时候 是经济搞活之后才断绝 就年轻人对这个 有很多古迹的破坏 其实也是经济起来之后才 对对对对 可是这还有个问题 因为很多人也有一个讲法 说这几年 就是十来二十年中国武术 比如说我们怎么全国比赛 是个表演化 变成个表演 像体操一样 这个东西对武术有影响 这个是有影响 但是这个不是这几年的事 就等于说 那个一建国之后 就是他是把武术 当作一个体育项目 国家来整理 其实是按照这个体操的方式 来整理武术 让武术脱离这个实战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